大家好 我是迅光牧师光哥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就是黄国伦牧师呢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当中 因为明年的国伦牧师也是我们天国话特会的 其中一位讲员 然后呢明年的主题叫做父与子 所以呢我想要请问古龙牧师 可以举三个你跟你父亲最像 跟三个你跟你父亲最不像的地方 个性上面我们都是内向型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话不多 所以有可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话不多 但是呢功能性上我们是可以很外向的 但是其实是内向的 那我跟他常常会我们很喜欢练舞 练舞啊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 跳舞啊 我们也跳舞但是也舞打 对对我们两个都有 我们两个都有其实两个都做 所以我们有一些蛮多共同的点 然后但是我们最一样的 我其实我跟他最像就是非常照顾我们的家 我们非常爱家这样子 那不同的话就是我的父亲比我还直接 他是他的脾气是很直接的 他可能来得快去的也快 那我可能就是比较稍微就是收敛一点 因为我父亲这么爆炸 所以我都是通常比较安静的那一个人 再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像我们在传福音对不对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就问你说你为什么还不信耶稣 你信了没有你为什么还不信 他是医生他就他就期待就是说所有他接触你都要信耶稣 我就没办法 我当了牧师我还是觉得是慢慢来 所以有一些是不同 但大部分其实我们还蛮多蛮相似的 为什么我觉得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曾经听过国伦牧师有分享过跟爸爸的那一段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人 所以明年的这个天文化特会的时候 我很希望都是很多很多的人可以听到这一段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父亲怎么样成全你的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见证 然后那我想要问另外一个好了 就是国伦哥跟父亲精心的时刻通常是怎么样进行的 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回忆 其实我们很尴尬 因为我父亲很有威严 那他又非常安静的 所以我们常常有可能一起坐车啦 或者是做什么事都是从头到尾没讲一句话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说我也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大概到13岁14岁我去美国的时候 他就开始做了一个改变 他从一个威严的父亲想要成为朋友 所以他常常吃饱饭就说来我们去散步 其实我很害怕跟他一起散步 因为不晓得他讲什么 所以我们两个都没有话讲 可是因为他就每天叫我们去散步 可是走久了之后就忘了我在散步 然后就不经意的就开始聊起天来 就开始讲起话来 我真的觉得说我父亲其实他花了不少的时间 就是刻意要跟我培养关系 所以从一个害怕的关系 后来成为一个亲密的很好的朋友的一个关系 所以后来无论跟他讲说跳舞啦 那或者是我们打拳嘛 所以就就慢慢的就更多的很紧密的这个关系就被建立起来 对我觉得不容易耶 因为我觉得上一代要这样子有真的是刻意 而且是从你很年轻你说13岁的时候开始就有这样子一个跟你一起散步的这样子 那因为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 我看他其实非常的害怕 我真的是害怕到压力很大这样子 可是因为后来我出他大概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在一起时间不多了 所以他就真的我真的认为他有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虽然我没有问过他为什么 但是我感受到他对我的对待方式很不一样 那我最后想要问那个国伦牧师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看到国伦牧师不管你是你的事工你所在做的事情 其实有很多很多年轻的一代 那我在想说你到底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可能是牧者领袖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到底是怎么样去成全他们 你是怎么样去成全你的同工 然后呢让他们能够跟你在一起 跟你配搭当中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发挥 我觉得这个因为讲到父与子嘛 那种成全然后那样子一个维富的心很重要 所以我也想要问问看你的经验是什么 你怎么做 其实除了我的父亲之外 其实我也有好几位属灵的父亲嘛 那我其实觉得说在我们学会怎么样子去成全我们的下一代 其实我们要先知道怎么样子当一个儿子 就是接受或者是领受祝福 我真的觉得说无论从我自己的父亲 或者是从这些年生为我安排的属灵父亲 都带给我极大的一个祝福 所以我是看人家怎么成全我的这个过程 以至于我知道怎么去成全人 其实我们说实话的一切都是恩典 都是先领受 才知道怎么给予 那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给予 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领受过 那我们可以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 那神仙充满了我们 我们才有办法去爱旁边的人 包括成全我们的下一代 其实我的感受就是我是怎么样子被祝福 其实我得到很大的恩典 满满的恩典在我身上 所以我也想祝福给我周遭的朋友 同工还有我们要接受传承的领袖们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重要 像我们这个特会里面讲到父与子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要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成全 然后怎么样有一个传承的一个文化 是我们必须要先领受一个儿子的心 做儿子的心 做女儿的心 我们才有办法说用一个健康的方式 怎么样子能够去祝福到我们的下一代 或是成全我们的同工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明年呢这个天文化特会赋予子 要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一起来领受这个做儿子还有一个为父的恩高 拜拜 Bos一个国家有点古务業 我的孩子 sehr喜欢 我的人 们